今天视频的主题就是回家给大家开箱这个beautylish复带的视频了 我记得去年我也做过类似的视频 然后前年我应该也写过这个的开箱 所以我现在就抱着包裹回家啦 给大家看一下我穿了什么 一个Lamare的衬衫 然后还有一个全都是猫猫的丝绒裤子 然后我的乌妈王的芭蕾鞋 然后还有一个是优衣库跟Lamare前几年出的一个毛衣外套 然后包也是Lamare的 因为要拿包裹 所以被这样可以空出双手的包就比较方便 然后怎么这一身显得我腿这么短 所以好了好了 我现在真的要回家啦 拜拜 我回到家了 家里面有点热 这个时间光有点强 然后我的脸就老是有点过爆 然后我调了半天感觉也没有什么改善 可能是我家这个房间的窗户比较小的也有关系吧 不过废话少说 我就现在就开始给大家开箱这个beauty类似的福袋了 好久没有录视频了 我感觉自己录视频老是跳票 因为自己身体实在是不太好 所以一直没有什么状态 之前就是这两个下河线这里长满了那种 就是因为过敏长的包 最近才好了一点 我自己一直最近一直在努力的想办法 所以就希望我在19年能好得快一点 然后多录一点视频吧 然后哎呀 这个就是福袋的包装了 我仔细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 福袋呢是日本的新年传统 所以他们受到这个传统的启发就做了这个福袋 当然这个福袋我已经买了至少三年了 算上这一期 所以我就赶紧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这个福袋里边都有什么 然后现在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我没有买大的那个福袋 因为美国地区是有大福袋的 但是我当时犹豫了一下 我就先买了一个这个小的福袋 就是普通型号的福袋 结果等我再回过神来的时候 那个大的福袋就已经没有了 然后大的福袋我记得好像是150美金吧 但是然后说是有300多美金的产品在里面 然后总之反正我没有抢到 所以这件事情就我们就往下说了 我买了这个普通的福袋呢 然后首先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看一下包装就知道是什么 就是石斑卡 注意到石斑卡的时候 我还得用剪子来把它拆开 哎呀这个裹得好掩饰 拆起来还有点麻烦 打开看一下是这个 然后每一边是这个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它之前非常 我看能不能对上之前非常火的一个粉红色偏光的高光色 让我来给大家试一下 反正我附带都不能亏了 所以我就大大方方的试一试 就这个能对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就是图很多 就是这样分字分字的一个偏光高光 然后打开手 然后我再看下一个产品 哎 下一个产品上面包裹 这个 还有一个beauty类似自己的包装 上面写着 哎 看得到吧 上面写着coming soon 看来应该是他们网站还没有上载了新商品 是一个眼部精华叫wakeup 然后是韩国制造 我这个到现在我都没看清楚品牌 然后我就看到它是韩国制造了 应该就是这个牌子 是的 但其实它是一个美国牌子 不过这一款产品是在韩国制造的 然后打开看一下 然后说是早晚都可以用的一个眼部精华 这个地方有写说成分里是含有咖啡因的 所以它有一定的去种和节制的效果 它这个瓶子是磨砂玻璃瓶 哎 这个包装我觉得真的还挺美的 不计应该就是最近很火的一些小众品牌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眼影盘 然后再拆一下 不知道是什么盘子 就是这个ABH的眼影盘 然后这一盘的名字叫soft glam 其实我记得我以前有一年卖附带的时候 里面也有一盘ABH的眼影盘 然后也是这个实色的 那个时候应该是ABH刚刚开始做眼影盘的那两年 然后这个现在应该是它一个比较成熟的产品 让我打开看一下 哎 这个外包装还挺有意思的哦 它是这个绒就是天鹅绒的质感还挺可爱的 然后打开就是一个这个我觉得这个颜色设计还算实 哎呦 我觉得这颜色设计还算蛮实用的一个盘子 就是有一些亮的颜色 但是它饱和度不算非常高 但是一个上眼还挺好看的盘子 不过我最近就有点对眼影盘有点失去兴趣哦 所以这个盘子我就可能最近短期内先不会开吧 然后就是一个奥斯大叔的一个刷子 这个刷子是它的10号 我肯定有没有关注高斯大叔的刷子了 所以我太迟了 知道现在这个10号是不是很畅销 这手感都是特别的好 而且感觉这个刷感也比它以前的就是以前 有多以前呢 就是大概是13年 应该是14年左右的时候 我买过几把高斯的刷子 我觉得还行 然后现在感觉它这个包装比以前比要更好一些 然后这个刷子就很显然就是一个羊毛的刷子了 应该是细毛风吧 我感觉摸起来非常顺滑 这个我目前不确定这个刷子会不会用也有可能我会送朋友 所以我就会把它再重新的再包回去 下一样这是什么牌子 Benefit Benefit的一个睫毛膏 叫Beyond Mascara 这个东西 感觉我自己是很久没有这么关注美妆产品了 就是说它这个这产品我感觉我都没有没有见过 不过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啊 所以这包装也挺实在的 估计应该挺好用的吧 这牌子的东西一直都还挺好用的 然后最后就是 我怎么感觉我都好两三年了 就每一年都会 我的复带里面都会有这个Golden Luster的这个Dry Shampoo 就是我从来没有自己花钱买过这个东西 全都是我在各种商场网站打折 就是买化妆品的时候 他们送的这个这种比较小的包装 甚至还有就这么短包装的那种 说实在的这个产品啊 我觉得就是我的使用感其实跟这个复带是没有关系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一般 甚至不如很多便宜的抓一身铺 然后当然这个东西不是商甲的错 所以既然我不小心又得到了一个 那我应该还是会接着把它用完的 不然放在那里就浪费了 然后让我再看一下 我的复带里面有没有别的东西 就没有了 就只有值了 所以我的这几件东西 让我给大家算一算 除了这个还没有上市的这一款眼睛华呢 这其他的这几样东西加起来就已经是165美金了 这个Serum我真的是不知道多少钱 看它的这个成分表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产品 不知道使用起来怎么样 所以我估计最近就正好试一试它 然后比如说像我这个肋钩眼带还有黑眼圈这个东西 就是我是不会指望这个东西有什么改善的 因为我这个就是天生 然后从小这个就比较严重 然后有关于这个眼睛华呢 我都尝试了一下 结果我只搜到了它的官方的Instagram账号 如果这样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吧 然后这个账号也是一个全新的品牌账号 就大家可以看到 它现在只有三个账号 然后它这个它这个腐带的这个规则是 普通的这个75刀的腐带呢 它是包括超过150刀的产品 虽然不知道那个产品的单价 但是这几斤加起来已经超过150刀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年跟它宣传的这个情况是完全符合的 然后大的腐带因为我没有买到 所以我就不知道了 总之这个腐带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已经就算是谈不上失望 也谈不上开心吧 主要就是毕竟腐带这种东西 你自己是无法决定它里面有什么的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价格 我觉得也就是不算是很高 如果你对它期待很高的话 我觉得如果里面没有你特别想要的产品 肯定会失望的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就建议你买最便宜的那一种腐带 如果说你对你自己很有信心 然后你也想去感受一下这种 就是我一下子拿到一个大的美妆包裹 然后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的感觉 我觉得可以去抢一下那个最大的那个腐带 以前我也抢过 而这里面的东西的确是很好 我之所以这么快就能拿到负带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Beautilish这个商 Beautilish他们的这个office就是在三藩的 然后我离我住的呢离三藩也不是很远 我住在南湾 所以我在他家的网站下单一般都是头一天下单 然后寄出第二天我就可以收到了 所以这期的视频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视频呢 就是如果说想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 然后如果我觉得我可以录的话 我就会给大家录出来 所以这期的视频就是这样子啦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这个视频就说